廢遲是要做什麼 最近來慶祭的婚姻 不是婚姻的叫欽收 堅決反對 堅決反對 他是維護我們生命財產的最後一道防線 如果連這道防線都退遞了 我的想法你們應該都知道 怎麼可以 廢遲是要做什麼 由我民國政府吃飲料 該做的事情很多 沒有 整個替代思憲凡在講話 這什麼意思 我的事情過去了 二十幾年前都過去了 我沒有恨 我很理性的在跟大家講這件事 我們大家要六歲金來賜這些婚姻 憲政婚姻在叫欽收 我六歲金要來做一些好事才對 為什麼要來做這個 堅決反對 堅決反對 庸法民國的反對 就是要保障善良民眾的信用和財產的安全 這是死刑它是維護我們生命財產的最後一道防線 如果連這道防線都退遞了 我們要法律幹什麼 現在啟示錄帶您看見台灣新思路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欣彤 歡迎收看現代啟示錄 提到了白冰冰大家就會想到白小燕 不過在提白小燕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白冰冰的成長環境 白冰冰小時候家裡窮 使得她從七歲開始就要賺錢養活自己 而父母親又要養十二個小孩 不得已將四個小孩送給別人養 二十多年之後這些兄弟姐妹才聚首 而白冰冰她小時候的志願想要當歌星 長大之後雖然如願 但是在第一次登台之前 白冰冰參加了幾十次的比賽 好不容易才有登台機會 卻都是別人眼中的小歌星 直到有一次 日本松竹電影公司 在台灣申選電影女主角 那麼白冰冰從三千多人當中 卻憑正選 她有了出頭的機會前往了日本發展 除了拍電影也出了幾張唱片 就在她正要走紅之際 白冰冰跟日本相當有名的漫畫家 委員一起結婚 步入了家庭 但沒有想到 丈夫在第五年就發生了外遇 傷心的白冰冰那個時候又還了白小燕 於是她決定要離開日本 到底她是怎麼度過這一段 令人心酸的過程 請看資深記者柯瑞達 定恩豪的深入報導 我們是還在美援時期 就是美國援助我們 然後給我們麵粉給我們麥子 所以我們家常吃到最好的好料理 用麵粉煎麵粉煎麵粉的就煎 然後也沒有糖也沒有鹽可以加 就煎一煎白吃這樣 我們是很窮苦的小孩子 白冰冰從小家境不好 因為生長的環境就在礦坑附近 小時候常常就看到這樣的情景 當時我們住的整個村莊 裡面只有兩種人 一種叫黑人 只有白人 白人就是像我爸爸在肥料二廠工作 然後工人一回家 整個是頭髮是白的 皮膚白的 睫毛 眉毛 鼻毛 統統是白的 那另外一種就是黑色 從礦工礦區出來 然後就整個都是黑色這樣 白人回來 黑人回來 交錯而過這樣 然後一陣子就有公安事件 就常看到那種礦工工人 一句一句的被拉出來這樣 一死都好幾個 所以整個村莊 常常鬼哭神嚎 白冰冰至今不能忘記 小時候因為家裡窮困 七歲的時候 還一度去葬儀社當童工 那一次是我才七歲 那我們鄰居那邊有一個在做偷工 他就帶我去那個有人往生的家裡 就跟他說 他說這孩子家裡很窮 需要賺錢 不然我們一行給他做 然後他說 這麼小的時候可以做什麼 我說 我很小心 不要這樣 然後自己 他說現在要做什麼 我說 有一個董環 你知道什麼董環 就是像憲兵 鷹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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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說 好像 那個鷹我可以這樣 結果呢 第二天 早上六點多就到達很高興 開始那個 那個 董鐵鷹這樣 開始 然後我就走在最前面就開始 那後面的浩蘭 就是我是第一個 那鐵鷹第二個 然後第三 第三發是那個 董瓜茶 第四發是笑男笑女在哭 他們一哭 我在前面問 我在哭什麼 別人家在死人 我為什麼那麼可憐 我那麼小的小孩子 我為什麼在做這個銀鷹 我 就一面風吹來 慘了 風一吹就 嚇不掉 那鐵是在這裡吐在我的肚子 然後我們就直接就到身上去了 然後 小孩子的腳走了兩個鐘頭耶 走兩個鐘頭 這些工人也好可憐 走了兩個鐘頭 好不容易到了上面了 他都已經 埋進去了 沒有人窗也沒辦法回來了 就坐在那邊等著這樣 然後他們開始在吃 鐵沒過 就說 小孩小孩來吃 我在那邊 肚子痛這樣 有什麼 剛好就好 現在肚子痛 那那個大人就來把我衣服掀開 啊 夭壽喔 都知道 整個都 中心都破坑 然後 紅腫 整個都穿起來 就在這樣的困苦環境長大 父親因為前妻往生 娶了白冰冰的母親 加上前妻的孩子家裡總共有12個小孩 到了要吃飯的時候 常常都吃不飽 母親不得已把三個妹妹送給人家養 白冰冰一度也在送養的名單裡面 早期做男輕女 那我從小就很可愛 看人家笑味味好 他們說我都好笑身 然後那個沒人沒有啊 就看到我就很高興 哎呦 這個人會教他喔 就這樣把我就抱走了 那命中注定不該在別人家裡 我這個一直笑咪咪 很可愛的我 到了別人家裡連哭三天 不睡覺 不吃 一直哭哭 那個父母受不了了 就把我再送回來 然後看我 啊 嫁拼那個比較乖 就把我妹妹 就直接這樣換喔 再就換這樣 真的這麼愛哭了 這個要死 這個不好 那個比較乖 不好走 送走的三個妹妹 還是養不起這麼多小孩 於是連弟弟也要送給人家 不過這次是用金錢交易 白冰冰的母親 收了對方兩千塊錢 但是母親說什麼也捨不得 這次是偷偷掉眼淚 看媽媽平常送妹妹就很自在 就送走 送走 送走 那送弟弟他竟然 就倚在門口那邊偷哭啦 我記得我媽媽還收了兩千塊 結果賣了兩千塊 就帶走了 那人家花了兩千塊買你 就表示不讓你知道你是 你孩子到哪裡去了嘛 我媽媽等那個三輪車下雨天 然後我媽媽就說快點 安喔 快去甘酒 看是住住住住一間房子 才有跟我去追 我記得我穿著木居 以前沒有鞋子啊 就插鞋 穿木居 就甘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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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說太大聲了 那不要穿鞋子啦 我就刺腳鞋 然後下雨天你知道嗎 就跟我妹妹這樣很噁心 但你就這樣跑跑跑一直追 就很像演一個苦命劇 苦而流浪劑那種感覺 他越跑越快 我小短腿那麼短哪跑得快 然後你追不到又跌倒 跌倒車子越來越遠 你就雨下然後越遠 你就覺得 真的很像演戲裡面的情景 你忘不了 這個弟弟一別就是26年 當白冰冰有能力之後 有一天想要找回弟弟 希望一家團圓 於是在一家雜誌社記者的幫忙之下 找回弟弟有了希望 那個雜誌登出來之後 很多人就是打電話寫信來 說他這個白冰冰的 這個失散的弟弟 就驗證的結果到後來 就不了了之 隔了半年 我又再寫了一次 那再寫一次之後 談家的這個又看到 其實第一次寫的時候 他這個小弟的養父母 就已經有看到 只是當年呢 就像我們都是以這個 親生子女的方式去報戶口的 所以白小弟呢 他並不知道他就是養子 雜誌社登了找尋弟弟的新聞之後 有一個員警看到新聞 於是打電話給白冰冰 就這樣找回了他的親弟弟 那個警員呢 就打給這個冰冰姐說 我有一個鄰居 好像就是你們要找的人這樣 冰冰姐收到照片的時候 她就很高興打給我說 這次好像是真的 因為呢 那個一看照片 就是他們家的樣子 當時白冰冰小時候 可以說是一目十行 常常考第一名 但是沒解念書 只好出外找工作 未成年的她 能夠做什麼呢 應徵幹嘛呢 就是現在的外勞這樣子 打掃房子 洗衣服 這樣 外勞人家說 哎呦 這裡會這樣不爛 結果有一個地方就不用 有的地方說 你早不早來 今天請別人了 白冰冰找到一家成衣工廠 當時是同工了她 上班沒有幾天 手掌就讓機器 給串了一個大洞 我只是一放進去 可能觸碰到 他自己就 就把我當扭口 就這樣刺進去 然後釣在那裡 怎麼辦呢 但是 這邊拿螺絲 起枝 沒有 這邊 哇這樣 一硬是轉 硬找這樣 終於找到 針已經歪成L型的 我就照這樣抽出來 一抽完了 又噴 雪就噴 同一隻手指頭 被刺了三次耶 我去開刀取出來 經過二十年 我去看醫生 我說我跟醫生說 要不要照個S光 醫生一照 完了 你這個裡面 怎麼會髒什麼壞東西 很奇怪 這骨刺似的 這骨刺 不是啦 那是真 不過因為不服輸 年輕的白冰冰 一直想出人頭地 她一直有個願望 就是想當歌星 但是沒有人脈 只能靠自己慢慢爬 白冰冰永遠記得 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情景 我那個時候就 就好不容易 幾百次的那種歌唱比賽之後 那有機會去 人家電影要放映之前 有一些明星來隨便登台 戲還沒有演之前 我會先來跟大家say hello這樣 那前面會有一些小歌星來唱歌 就是這一種 那所以一進去紅地毯的時候 第一個 比喻啦 當然不是諸葛亮 但我的比喻呢 哇 諸葛亮 哇 妳沒笑 哇 這誰啊 我又給自己立下指向 我一定要讓你們認識我是誰 就一個這麼卑微的一個祈求 跟老天爺這樣子 白冰冰本名叫做白月兒 不過白冰冰這名字是怎麼來的 說來是個意外 但是在第二次表演的時候 主持人隨口喊出了名字 而這名字就跟著她到現在 那時候白冰冰這名字是怎麼來的 就完全沒有來由 也有人來叫看名叫誰來算一下 都不是喔 都沒有經過我同意 結果開始了 她在台上介紹 我們歡迎學生情人 我是學生情人喔 青春玉女 小鳥依人 我覺得我為什麼是小鳥依人 美麗的 美麗又可愛的 白冰冰小姐 我已經站在 我唱第一個了 我已經站在那個 木旁邊已經要出去 我的第一腳 這要踏出去 因為她講的叫白冰冰小姐 又講了學生情人 我想我哪有學生情人 我們沒有跟學生有什麼互動啊 就覺得那不是我 那不是在說我嗎 但在音樂又開始演奏 鼓掠的願望 這個就是我的音樂 不過不是說我耶 我還在想 就從後面 真的就一隻大腳壓 就這樣用踏的 就把我踢出去 我整個身體就 就被踢出去這樣 這樣一踢了過去 那我感覺 因為第一次穿高跟鞋 不會穿啊 他感覺我把它叮好 要不然會變成這樣 從此她就開始叫做白冰冰 但是回到家裡跟母親講 母親給她 破了一盆冷水 那回家跟媽媽說 我的名字現在叫做白冰冰 我母親說 哎呦 那不會紅 那是湯 一隻都翻了 兩隻動起來 怎麼會紅 不會紅 被她這麼一講 真的動了十八年 都不會紅窩 直到我後來 有機會去唱來唱不完 唱不完 真的到今天唱不完 我媽媽也沒有猜到了 是現代 現代 只要叫做冰冰的 沒有不紅的 算冰冰 李冰冰 白冰冰 尽管走紅是十八年後的事 但機會來了 就在白冰冰二十歲的那一年 日本松竹電影公司 在台灣海選三千多人 白冰冰幸運的入選 成為松竹公司 力捧的台灣女打載 當時我是一個 一直勇於為自己找機會的人 知道松竹電影公司 它徵求從香港 從台灣 徵求很多人去 就像現在試鏡 其實是試鏡 總共三千多人 就三千多人 然後每一個一進去 他會要求你做功夫 打載 出拳 都有一個武打老師在那邊教你 因為那時候最紅的叫 布魯斯利 李小龍 他想拍那種功夫電影 我就要找一個女打載 當時屬於華人的女打載 滿有名的叫上官林鳳 那他們好像認為說 他們要一個更年紀小的 所以就來找 當時白冰冰還特別為 日本松竹電影公司 拍了宣傳照 留下了難得一件的 清涼又幹練的武打照片 我有時候想回來 就是回首一望 覺得我自己把自己的人生 繞了一大圈子 我當時簽的就是松竹電影公司 這個國際大公司 它很歷史悠久 我每次就趴在宿舍的窗戶 就看以前最紅的那幾個 有小林旭 來了 後面都跟我們媽媽做 很大頂 小林旭 十元玉士郎 美空雲雀 還有松阪慶子 好漂亮 極永小百合 淺秋流離子 最年輕的叫做松田聖子 但就在白冰冰正要走紅的時候 一場戀愛來到她的眼前 一位日本有名的漫畫家 看上了白冰冰 白冰冰墜入情網 嫁給了她 不過這場婚姻一開始 就不是那麼幸福 我擦一面哭 你變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 花天酒地 他說我沒有變 婚前我就是這樣 我在想到對 婚前我也曾經跟他去夜店 看著他跟女人揉揉抱抱的 但當他真的成了我的先生以後 他一樣他沒有變 他還是這樣 那他怎麼可以這樣 他已經是我老公了 我覺得你怎麼可以這樣 婚後不久 白冰冰的老公經常在外 花天酒地徹夜不歸 有一天白冰冰在寒冷的冬夜裡 跟蹤丈夫到了與人優惠的飯店 門一打開 雙方一絲不掛 沒想到抓姦在床 老公並不在乎 那個過程是很揪心的 因為那種畫面是忘不了的 比如說你看到 就是你家的人 就是你的老公 然後他妖精打架 跟著一個別的女人 然後那個女人 通常看到原配不是都會 對不起對不起什麼之類的 他不是耶 他是很大方的 也是個明星來的 光著身子 安眠背上這樣 然後抽個煙這樣 也不跟我對話 他是跟我先生講 他跟我說 你不是要跟這個枝納女人離婚嗎 他用日文講 枝納就是貶低我們的意思 我覺得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當時怎麼會這麼老實 我怎麼不會衝過去 就打他還是怎樣 沒有 可能也大的肚子吧 也想保護小孩 保護自己 但我想他講這麼不禮貌的話 我看我先生會怎麼樣講 他轉過頭問我說 你先走吧 怎麼這樣 在那裡婚姻的過程有五年 這五年其實最可憐的是 心靈上的孤獨 跟一個人孤家寡人的流落異鄉 你的快樂 你的歡喜 你的笑容 你的悲哀 你的眼淚 沒有任何人可以跟你分享 此刻的白冰冰肚子裡 正懷著白小燕 結婚了第五年 白冰冰心裡想著 這場婚姻該不該繼續走下去 在同一天的午夜 她勉強地下了一個 影響她未來的重大決定 那就是回台灣 我最後的那個決定性的時候 最為難 就是我回去是一文不明的 我還要面對我大的肚子 沒有地堂唱歌 我以前是唱歌 是我的經濟來源 但我如果大的肚子回去 等到生還要兩三個月 那生的錢要去哪裡拿 生完了坐月子 等到我能出來唱還要多久 這段日子的經濟 我怎麼辦 這要先想 第二個就想 我一走就是一了百了 這個孩子註定是沒有爸爸的 我這樣會不會太自私 那一刻日本大雪紛飛 回到家裡 白冰冰穿著衣服躺在浴缸裡 在他日本司機的幫助下 他終於離開了日本 我忽然就躺在那邊說 阿布我想要回台灣 我的征詢的意思 他竟然 我現在帶你走 但為什麼我一講 你都沒有勸我 我在想為什麼沒有勸我 我在想回來就是 他覺得我應該走比較好 我覺得他還送我救命恩人 阿布用他的錢幫我買了機票 那我就飛回來了 當時因為要養小孩 他又怕人家知道 以前未婚媽媽是個丟臉的事 那雖然是有婚姻離婚了都怕人家 因為以前好像這樣的話 你好像在演藝圈比較難混 那帶著小孩 又要養育費 又要奶粉費 又要他的讀書 幼稚園的各種費用 家裡平常本來就窮 生活所逼 我記得 那個時候是去唱歌廳 西餐廳 已經開始流行西餐廳 每天去唱45分鐘 灑糊糊的 很老實的 也不是灰血的人物 還沒笑過 哭大 所以我常說 是人生的苦淡 舞台的諧星 後來想辦法努力當諧星 因為沒有路 白冰冰在秀場努力當諧星 因為大受歡迎 卻也為她帶來災難 一場災難 讓白冰冰住院住了三個月 歡迎回來 白冰冰因為作秀的關係 跟西餐廳的價格談不攏 導致了黑道追殺 讓白冰冰住進了醫院 而白冰冰遇見的壞事不止這些 她在白小燕十歲的時候 家裡頭曾經闖進三個歹徒 將白冰冰全家五花大綁 幸虧白冰冰當時正跟一位電視製作人 講電話 製作人發覺不對勁 趕快報警 白冰冰全家才幸免余難 不過老天爺並沒有放過白冰冰 1997年4月14號 白冰冰的女兒白小燕遭到陳靜欣等三人綁架 她們要求500萬美金的天價贖金 當時她們還剁下了白小燕的手指頭 寄給了白冰冰 做母親的她怎麼受得了 而當時白小燕被找到的時候 已經命喪黃泉 當白小燕被警方從五捕大排水溝撈起來的那一刻 白冰冰心碎了 這起事件儘管已經過了二十年 但是對白冰冰來說似乎永遠過不去 而白冰冰提到這件事情 還是淚流滿面 接下來請看資深記者柯瑞達 丁恩豪的深入報導 當時就有很多流氓 不是只有我 社會新聞都有出來洪榮洪有沒有 殺一刀哪裡幾刀 陳金沛 高林峰被槍擊 賬費 當時的白冰冰正當走紅 西餐廳流行歌星駐唱 她和別的隱形一樣 拚命賺錢 那時候正是 台灣籍英卡巴克的時代 一個地方唱四十五分鐘 那唱一個地方是不夠的啊 有沒有一個地方 有的地方是六千 有的地方是五千 有的地方是我想盡辦法把它拉抬 七千 這樣三千五千七千六千這樣來倒 我記得一天唱八場九場這樣 就九個地方就對了 那你算喔 四十五分鐘的成語九個地方 等於每天要七八個鐘頭 一直唱一直唱沒停過 就在白冰冰正在拼事業的同時 獲釋來了 民國七十一年四五個黑道分子 手拿扁鑽 不分青紅皂白 見了白冰冰就捅 白冰冰的臀部和頭部都受到重創 結果白冰冰住進醫院 一住就住了將近三個月 你看 我不知道你們肉眼看得出來 這裡的疤痕嗎 這裡的疤痕 因為這樣摸就會 這樣摸就知道不平整 有一條在這裡頂頂 就這裡到這裡 這裡到這裡 然後就有個疤痕 然後呢 這是用扁鑽刺下來的 那扁鑽不只刺這邊 還刺我的臀部 頭部七公分 他說差一點點就到大洞賣了 然後五六個人 這樣打我一個 到底是怎麼回事 白冰冰怎麼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好比說 你原來是五千塊一天 或者 本來我是薪水嘛 一個月才六千五千的 那還好我 不是有一次 一個叫做迪斯角餐廳的老闆 想要邀請小林旭 那就由我去負責邀請來了 就變成 就大家注意到我了 這個女生 年輕的時候啊 又白白的 漂漂亮亮的 又能唱演歌 後來因為太多了嘛 太多就要漲價 以價自量 那就那一家都不准生一萬 什麼一萬 你以前在我這裡五千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一萬 那還三字經 嚼嚼這樣 我就覺得沒道理 我還是不去那裡 我還是去一萬的那裡 這樣不行 殺人 白冰冰早在白小燕被綁之前 家裡就曾經遭到歹徒入侵 那時候白小燕才不過十歲 當時歹徒闖入 將白冰冰一家五花大綁 你就是一個半月啊 你就覺得 哇 我覺得 為什麼 我開始已經走紅了 那有一個製作人 他答應說 他製作的戲劇主題曲 是用我的 但是沒有 他用了陳曉雲的 那我就打電話去 我已經洗好澡了 我一個浴巾 就躺在那裡 講電話 你沒意思了 你說要用歪刀還不行了 正在講電話 就聽到那個開山刀 不知道是開山刀 就是有幾把刀 但也不知道那是刀 是鐵片 就從圍牆外丟進來的聲音這樣 我就在電話 奇怪 你稍等一下 你稍等一下 我看著才來 我也沒有講什麼事 我叫他稍等一下 你真的看著要等 等的過程很緊張 後來就是被壓上來 壓著我的脖子 刀在這裡 那要拿什麼 看有什麼金銀財寶 就在歹徒打劫的過程當中 歹徒製造了聲響 驚動了電話那一頭的製作人 製作人趕緊報警 上百名警力聞風而來 與歹徒對峙 氣氛一度緊張 每個房間他就這樣敲敲敲敲 找找找 那到了我房間 你也是這樣 你不要假設 拿出來不然就給你死了 剛好這句話 被電話裡面的人聽到了 他們去報警 看到說小燕竟然 被那個歹徒拿刀子 壓制在窗台 因為那個時候到現場處理的 行蹤分局的嚴警 那時候就鶴令 就叫那個歹徒把刀放下來 他說沒關係 你殺他 那我們這十幾把槍就對著你 你只要一趕殺下去 我們槍就開 所以那個時候歹徒就被 警方的那個大陣仗嚇到 就是他就把刀放下來 就機械投降 當時全家躲過一劫 小燕也毫髮無傷 無奈八年之後 1997年整整20年前的 4月14號 白小燕被綁架了 提起白小燕 白彬彬想起了懷著她的情景 懷了她的時候 是我很掙扎的一件事 因為婚姻不順 然後你就會決定 你到底要不要生她 所以知道懷了她以後 我其實用盡方法 跳啊 蹦啊 打自己啊 看能不能自然把它留掉這樣 直到有一次我記得 我去看醫生 因為也要順便看 胎胃有沒有症啊什麼的 我記得我跟那個醫生說 我婚姻不順利 我應該沒有辦法 走完這個婚姻 我不想生 可以拿掉嗎 那個醫生都沒有回答我 他就直接用 他聽著那個耳機啊 就放在我的肚皮上 我就聽到孩子的心跳 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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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淚就掉下來了 我知道醫生的意思 醫生大概就說 生命何其可貴啊 回想起白小燕上學的那一天 白彬彬怎麼也忘不了 套早他就來把我叫醒來 他說媽媽 你今天到底幾點要起床啊 我說喔 你現在都把我叫起來了 你還問我幾點起床 我說不是啊 我昨天忘了問你啊 現在要幫你弄鬧鐘啊 我說好 我說等一下 再半個鐘頭就要起床了 你現在又叫我 他說對啊 我總得再幫你弄半個鐘頭吧 他就幫我弄 就弄好 放著 他就跑出去 再見 讀書去了 走出去我就看到那個背影 哇 長大了 那個窈窕的身材 少女的樣子出來了 哇 一陣的欣喜這樣 又一點點開始擔心了 哇 開始會有男生追 哎呀 這個少女的情懷 我要怎麼管啊 開始就 就沒來由開始在想這個 在甜蜜中又入夢 直到我去拍MV 那時候唱了一首歌叫做 《夢無夢中人》 拍MV的時候 接到壞蛋的電話 看夢無夢中的人 不想再出過美夢 有情用心斬太多路燈 因為那個時候消息太多了 一直進來 他聽很多朋友跟他講 因為那時候很多朋友去慰問他 就告訴他說 外面在傳說白小燕怎樣 怎樣怎樣 講了一大堆事情 那冰冰姐她沒有辦法去了解 警方也不跟他講 因為這些 到底要從何說起都不行 所以他那個時候 就會常常打電話問我說 學位你到底知不知道 有人傳什麼傳什麼傳什麼 是不是真的 直到白小燕實體被找到 在中港大牌被找到那一天 那其實我是差不多第四個 第五個人到現場 所以我那時候就整個 看完小燕的大體之後 那我就接到冰姐的電話 她就打電話 因為她在電視上看SNG 開始連線的時候 她看到我在現場 她就問我說 妳覺得現場那句大體 是不是小燕 然後機率有幾成 我就跟她說七八成 她綁去的第一天 就把她的手指頭剁掉 因為過了將近二十年了 很多人可能忘了 或不知道或不記得 她的左小指先被剁掉 剁掉以後她是沒有打針 沒有吃藥 沒有為她止痛的 讓她痛到死 然後用鐵絲綁一綁 我看到她的時候 這些裡面有棉繩綁得很緊 再一層鐵絲 但是我裡面看到 就真的就是這樣 你會痛不欲聲 是因為你聽到那些 就是說手指頭的骨頭 本來那個刀一刀是切不下去的 然後又用一個磚頭這樣 在刀背上再敲一下 硬聲而斷 你是一個媽媽聽到 聽到這樣的話 你作何感想 然後就這樣子的 沒有給她一滴水 沒有給她一顆米 放了五天 這五天對她如何的凝虐 你不知道 所以你如果問我 人生什麼是天堂什麼地獄 這個就是我的地獄 那她就說她知道了 那以前我聽到賓姐的電話 全部都是哭泣啊 每天都是在哭泣 因為她每天在祈求 我們那時候報社 天天用那種大炮攝影機 對著她家的那個窗台拍 就看到她每天天還沒亮 就跪在窗台 就開始擺祈求上艙這樣 所以我知道那段時間 她很煎熬 白冰冰在任完事後 並沒有說一句話就離開 而屍體立即移往 縣立殯儀館解剖當中 可是你知道嗎 那一天她到現場 去看到小燕大帝的時候 她竟然沒有哭啊 我後來才問她說 你為什麼都沒有哭 她說因為她希望 能夠讓小燕好好的走 沒有人家跟她講說 如果親屬死亡之後 你如果再哭的話 你的家屬會不能安心地走 所以她就希望說 她忍住眼淚 把小燕這個厚事辦完 那其實說實在 她不哭比哭還痛苦 然後 每天就有人 善意的也好 惡意的也好 那種言語的 這不是恐嚇 就是他們的緊張 加深我的害怕 她說 唉唷 我不知道 那個心理變態嗎 不知道敢掛嘴錢嗎 不知道掛兄弟嗎 不知道黑眼睛嗎 我已經沒有力氣跟她們說 你們不要說了 你們不要說了 連不要說都說不出來 只是好害怕 你們這些怎麼講這樣 但我認為可能會 可能是真的 這樣一直怕 怕到了14天 所以大家問我說 為什麼看到小燕的時候 你竟然沒有哭 你們信不信 這是一個媽媽的心 我怕了14天 我痛了14天 歡迎回來 白小燕事件已經過了20年 白冰冰一直想要用 人工受孕的方式 把白小燕生回來 無奈經歷了16次的療程 歷經了600多針的折磨 還是沒有辦法懷孕 白冰冰最終只能放棄 不過直到現在 白冰冰最不能諒解的是 方間有傳言 白冰冰是因為認識了歹徒 才會讓白小燕 命喪黃泉 而這個謠言 讓她氣憤難耐 白冰冰說 謠言實在太可惡 如果再有人提到這個謠言 那麼她一定要提到 而且還要要求高額的賠償金 但其實這20年來 白冰冰她有夢過白小燕嗎 其實都沒有 白冰冰唯一一次的經歷 就是有一次她突然聞到了 五股大排水溝的味道 而且這個味道 持續了3到5分鐘 就在她的棉被裡頭流竄 當她起身要尋找味道的來源 味道才慢慢地 從房子裡頭飄走了 讓她驚訝不已 她覺得是白小燕 回來找媽媽了 更多的內容 請看資深記者柯瑞達 丁恩豪的深入報導 然後要去付署款的時候 天上飛著直升機跟著我們 後面跟著媒體車 SNG車跟著我們 你覺得這樣孩子 有活命的機會嗎 也有人說是辦案的技巧不好 害死了孩子 但我覺得是 應該是小孩子運氣很不好 碰到一個非常狠的歹徒 心狠手辣 因為她沒有想要給她活命的機會 白小燕案件至今已經整整20個年頭 20年來白彬彬每年只要一提起白小燕 淚水就一直不停地流 我就擔心她受害 擔心她受苦 她到底有多痛 我跑去問醫生說 剁掉手指頭 沒有止痛是什麼樣的痛法 好多年拿個針 刺刺你的手指頭好了 怎麼刺都會抖 也都很痛的 那是剁掉的 手指連心 好痛 她說我簡直就活不下去了 但她還有其他的傷 被打得亂七八糟 然後 看到她的時候 她是所有人 因為麻繩綁得太緊了 她舌頭都吐出來了 然後又擺金重的這種大狼頭 把她沉下去這樣 那還要老天爺幫忙 她扶上來了 否則我到現在一直找不到人 我感覺已經瘋了 新莊中港的大牌內發現了一具女獅 雙手 雙腳和頸部被人綁上 將近30公斤的大狼頭 歹徒意圖毀屍滅跡 不過死者彷彿死不瞑目 但是我當時 就是那種害怕 直到我看到她以後 支離破碎的軀體 我知道整個是絕望了 我夢美了 我幻滅了 但不能流淚 因為你一心一意認為這個 很勇敢的媽媽一定會來救你 你對我是信賴的 但你這個信賴的是我沒有做到 我沒有救到你 我不能讓你再擔心 這是其一 另外就是 我真的心裡覺得 這樣可能比較好一些 因為至少她不知道痛了 她不會痛 所有的媽媽的心都一樣 只要她不痛 我就不痛了 白冰冰曾經試圖利用試管嬰兒 希望能夠再次懷胎 嘗試了許多次 經歷療程的痛苦 全身上下哀了幾千多針 但是每次都失敗 做了16次都沒有成功 就老了 因為剛開始前幾年 大家勸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你們超沒愛心耶 怎麼一直叫我趕快再生別人這樣 報紙上寫 想把小燕生回來 其實不是這樣 到我真的想生的時候自私了 我得生一個來跟我作伴了 是自私了 人都跟我說 你應該要聽一下 就把身體養好 過個半年你再來做 我說不行喔 我都那麼老了再過半年 太老了我來不及 做試管 但是你可能停個幾個月 你會好一些 那個黃體素會改變 但我太緊張了 就趕快… 這是一個整個失敗的過程 你聽 我唯一的命根子 他不在了我就在也 後來要生也生不出來 就… 未來我就是也沒有婚姻 也沒有小孩 你可以想像 我現在是自己很努力的 很把握的 很珍惜的再過每一天 否則你光想著 我以後我就是一個孤老的一生 我就是一個孤獨的老人 就是這樣過了 你再有多少朋友有什麼用 他吃完了飯你回家 就得一個人要面對你的寂寞 有關白小燕案件 坊間一直有傳聞 說是白彬彬與陳金星 高天明等人 有電玩聲音上的往來 而且認識對方 因為白彬彬翻臉不認帳 才會導致白小燕遭到綁架 這樣的傳聞 二十年來盛宵成上 傳得沸沸揚揚 白彬彬慎重否認 認為是有心人抹黑 這個是一個非常可惡的謠言 尤其是有心人士 我那邊講 有心人士還跑到那些 名人開的節目 電視節目 或者是電台 然後去講 在臉書這樣寫 那些名人 也都是我們熟的主持人 我見到面我還罵他 你們不認識我啊 你們何苦這樣說 我讓對方這樣一直 一直無敵放持一直抹黑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 這個名譽損失大了 而且因為這樣 喪失小孩的生命 我如何跟小孩賠罪啊 以後到了天堂 都沒有兩個見他對不對 這你隨便三歲小子想也知道 當時檢警限調 各個調查單位 都在我的身邊喔 調查我 調查我每一個旁邊的朋友 為什麼孩子會被綁架 會從你身邊的朋友先調查嗎 我如果真的有跟 什麼叫做陳靜欣呢 有開什麼電玩店有怎麼樣 這個一定會有證據的嘛 這個什麼時候 哪一年在什麼地點 至少有那個店的地址吧 都完全沒有耶 你講的人 我就聽說 我就這樣訛傳 未來我就要鄭重的告訴大家 因為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我沒有就是沒有 再有人去說 我因為跟歹徒認識 而怎麼樣怎麼樣 我會鄭重提告 而且要要求高額賠償金 他們踩著我們母女的血跡 在說閒話 不能接受 二十年來 許多媒體記者 都有白小燕的靈異故事 包括採訪白冰冰時 會聞到臭水溝味 而道士白冰冰 雖然從來沒有夢到白小燕 但這唯一的一起事件至今難忘 就發現她以後 那我不是要去認嗎 當我在講 我心裡在講 只要你不痛 媽媽就不痛了 就在那一刹那 就聞到很濃的她身上的味道 因為已經過了十幾天了嘛 十四號離開 二十八號撈起來 過了十四天 那她是五天後被放下去 所以就在裡面至少九天以上 就腐爛了嘛 就整個那個味道 然後呢 有一天我在睡覺 我在睡覺 是白天喔 信不信就是大白天啊 我早上九點 我比較晚睡晚期的 因為晚上都睡不著 哭到天亮 所以早上九點還要睡 然後就是那個味道 就這樣味 就那麼一次 那個味道這樣飄過來 我怎麼覺得 但是下意識的味道它就是臭的嘛 你就下一次這個棉被 你就會這樣 沒被你蓋到這裡喔 因為你是睡夢中 它的味道 你可以感受有一個味道 好像一個煙式的 然後就咻這樣 鑽進去 更濃 因為它就鑽進去更濃 忽然我在意識到 啊 它在跟我撒嬌 我想到 它在跟我撒嬌 然後 大概只有三五分 三分鐘 那個味道喔 越飄 知道你知道它在飄遠 越飄越遠 越來越淡 當我快要淡 我趕快睜開眼睛 說也奇怪 白冰冰一直找 順著味道聞 居然還聞得到 一直找 欸 什麼都沒有 我就順著那個味道 還聞得到喔 從門口出去 我就追追 我就追到一樓 那一樓沒有人在 我就再追出去門口 因為味道都不見了 大門口一打開 在馬路上有別人 我就問到別人 欸 剛才有沒有什麼 垃圾車啊 還是水肥車啊 有沒有什麼經過 我沒有了 沒有咧 然後我自己心裡就知道 她回來看我一下 白冰冰現在閒暇之餘 就是幫白小燕基金會做義工 二十週年還特別出書 回顧自己的一生 同時也紀念白小燕 所以我把這本書 可以哭別人輸 我把她的版稅都捐出來 然後我號召一些朋友 我們會捐贈書籍 到全國225個的國中 但是偏遠三區啦 那總共捐贈225個學校 我們希望 為什麼給國中生 像成長期最重要 要給他們一個正能量 正向的思想 跟給他們安慰有挫折的時候 如何給自己增添力量 看我天準準風好聲 尸尸是牽著我心情 當初的男 也有酒著 想想牽手嘴頂墊 聽到你叫著他的名 看著你跟他人想我 神明海鮮 夜來冰冠 白雲笑 好笑 好笑 討伐 光陰事件 白小燕事件 經過了20年 現在台灣綁架事件 越來越少 只希望這樣的事件 永遠不要再發生 感謝您今天收看 我是劉昕彤 我們下次再會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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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